在台中有一間樹立的幽地園 就這九保管 可能是嚇加渡來跟孩子威脅 這會批評幾天之後 他們去政人批評 教育說要調這檢視去圖面來看 是要跟幽地園 經連說這圖面已經台中了 目前有生意調查稍作 那開始有一個情形 最嚴重可以要求幽地園停辦 老師 給孩子最多的 在省庫 替家都做事要炒白酒到處 小孩走到一直以後 台中台立一間樹立幽地園 團主義是鄉下小孩來自行 透露圍面倒出來 今天這個家長生在幽地園 坤祖 新聞沒有結果 麻將官家好好了解 總統 配分雞風都不夠低 其實是蠻心疼的 所以今天來跟他交涉 跟這個民放 確認他們到底是什麼狀況 本日發生在3月17日 有政治家長留下歡迎 小孩不敢去託市 說幽地園多歲以外 到保管實現 相害到霸凌 台中市蝴蝶十九 接著信息到好好去查 不過 以香港操作不動 早前感染去 壓上沒有辦法看 教教表示已經有調查 收集結局調查 幽地園負圖人是不方便回應 現在不方便回應 現在不方便回應 不好意思 如果是調查屬實的話 一個針對教保人員的處理的話 除了罰款之外 如果嚴重的話 可以作為停聘一到四年 不等的規定 對負責人來講的話 也可以作為相關罰則 以及該援所可以減招停招 以及撤銷立案的處分 教教表示 市民的護照人 一空13年 要再經營另外一間 幽地園也不發生 結局的事件 後來主請 會計設立貴戶 這次又不發展規 如果早前不動對貴戶 屬實 告保安和機構 能夠出發6,000到60萬 老蘇想當中心病 在告保機構合部 幽地園要求檢查停舊 聽完跟這次會計設立貴戶的出婚 記者綜合報道